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看看 我這款 由花有送給我的 叫做EQ 這個EQ 它有一點點香味 還有 我手上都有兩三款EQ 只有它 是非常非常會生高牙 大家要認著這個花式 是非常值得收集的一個品種 它的高牙生出來 第二年 就已經可以開到花了 開完花又會再生高牙 所以它的個體 是以很多倍數增加的 我今年 花是比較少了 這裡還有一支還燒了 就是因為之前 種了計馬 還有一點種滿的感覺 這些咬的痕跡 有些我撕了 有些我都 有得它 我不想它太少燃 這樣 這一棵應該是媽媽來的 可能我從來都沒有 將一些高牙剪下來 所以它十幾年都沒有 怎麼戴過 到現在都是這麼大 因為我 喜歡它 它可以花上來 可以熱鬧一點 所以我就不捨得剪下來 通常都是不小心弄斷了 或者它自然膚毀 我才會另種 好像這一棵 這棵就是 這棵就是 不小心弄斷的時候 另外種 因為種了 因為種了 又是一起種計馬 那些熱都被咬了 這棵高牙仔 熱都被咬了 不過幸好還有一棵 還有一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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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開 這棵高牙也是 熱都幾乎被咬了 因為我之前 還沒有放在這個瓶裡 因為我 很冷淋水 我的板 全部一個星期 不管是乾還是濕 一個星期就淋一次 這個因為 它的板比較少 瘦 又托著 一拖這麼多的錶 所以它應該經常都不夠濕潤 我把它這樣放下來 覺得它都好像幾舒服 感覺它都幾適應 那些筋都幾粗重 粗壯了 那些筋 觸碰著水的地方 那我就 偶爾還會噴一下上面 偶爾也會拿去沖一下水 另外這個 這個也是他們的B 之前都介紹過 現在沒有用植料 就這樣 又不給水 有空就噴一下水 那上次拍的 這個媽媽 這裡下面 就有個 有個花筋 那我都說上面 應該都快了 就 這陣子 看看 就真的抽了花筋 已經 那希望看看它 如何量 母子一起開花了 咦 看不到 我先看看 在下面 在下面 這裡 看看 先 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 就是這個位 這個位子 就是在花筋 對 下面那支 就看得清楚 這個方法還不錯 有空拿出來 就 沖一下水 平日就噴一下水 因為噴一次水 它可以兩三天都不用管 它 水氣都不過 都幾乾手 正腳 又不怕爛筋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多謝觀看